Hello, 大家好, 可能這個題目大家會有興趣聽聽都不定 其實我來了五年, 我都曾經拍過一條片講我的感想 現在七年了, 七年不是一段短的時間 我跟一些的電影姊妹聊天 我就說, 其實我來了七年了, 他們說真的很不覺 其實人生有幾個七年十年 這個七年, 我就來了澳洲 我家人都, 我兒子早一點, 我太太遲我一點 都在我身邊, 直系的親屬 其實都是感恩的 當然心情是複雜 講幾句我的環境先 這裡是澳洲一個小社區 叫Dungas 在這個區裏面 其實你看到有個單車場或板場 都很普遍的這裡 這個附近有很多這些公園 我偶爾給大家一些公園景 雖然澳洲市里是城市化得很重要的了 但是都仍然有很多這些空間 這個真的, 如果說比較 比起香港是好很多的 空間, 人生比較少 好, 講回整體 這個感受其中都是 你可以說我講的公園 始終這邊都是比較平安一些 安全一些 自由一些 至少我可以在這裡 自由講六四事件 不會被人抓的 可能有人不同意 但是我不會因為這樣被人抓 或者甚至現在 其實另外一個心情就是一種 很複雜 一種悲觀 或者是一種 有些不安的感受 起碼我現在可以告訴別人 其實香港, 內地 經濟一直在跌 我可以講真話 我不用講真話的時候 有人會覺得 你唱衰香港, 唱衰經濟 大家明白我的意思 作為一個傳導人 講真話很重要 當然有時候你可以不講 一些應該講的事情 這個不是我的性格 當然我不是亂講一些事情 但是我覺得 譬如說現在 尤其是正生思亂的事件 我覺得在香港 教育界面對的挑戰都會很大 當然我認識很多 弟兄姊妹 傳導人在香港 但是你說感受 我七年在這裡 我在這邊 能夠透過我的身份 作為一個傳導人 去繼續模仰教會 可以很專心的 去傳福音 其實已經是一個很難得的事 當然我是關心香港 其實我的身份現在是怎樣 最近有人問我 你不是移民到澳洲 有個朋友 是我設計師弟 三十多年沒見 我一想這句說話 移民到澳洲 其實移民到澳洲 什麼意思呢 其實不一定是你的身份 是可以很確定的 我的身份其實 還是一個工作簽證 說多一點就是四百二 教會請我做傳導人 我透過在教會 作為一個宗教的工作 這樣留在這裡 當然前幾年 所謂Hong Kong Stream 就幫到我和我家人 我們有個方向 可能今年最遲夏年 應該那個領九居民的申請 都應該是如無意外 可以搞定的了 但是我已經在這裡七年 我來的時候 是最難的一個時間 因為全球的恐怖襲擊 很多事涉及於宗教的人士 因為波及了我們 所以我申請來的時候 是很困難的 也不是說不讓你進入 但是時間會長很多 所以你說 永久居民的所有好處 我是得不到的 我也是要靠自己去買保險 去醫療那些 其實永久居民最大的影響 就是醫療 子女教育 或者你自己讀書 又可以便宜一點 我完全沒有這些好處 所以其實 你說我的身份很辛苦 看你怎樣看 幾年前我都知道這個情況 現在至今 起碼有個盼望 我今年或下年可以搞定 但是 我經常覺得 神帶我去不同的地方 帶我家人去不同的地方 是越來越清晰的 現在 你說我是不是用很多心力去搞移民 又不是 因為我們很被動 只能夠看看政策 有什麼配合 有什麼改變 但是我深信 一個基督徒 一個傳統去哪裡 其實都要忠於他的使命 這樣說好像很老套 但是 是真的 從第一天 我都知道我為什麼會來 我來做什麼 所以 我覺得這件事最重要 看過很多故事 用了很多方法 很多人去搞個身份 不問國籍 所以如果你說 你看的人 你是在澳洲的 你能夠很順利 或者你經過一波三節 搞得行 其實 都是感恩 當然 我們是一個天國籍 澳洲籍重要 天國籍最重要 所以 只是一個平常心 當然 心情裏面 有時候都會想到七年裏面 都幫不了家裡 搞好移民 可能有一個 其實最大負擔是家人 很想家人能夠得益 但是 內閣有些事情你控制不了 你只能夠盡力去做 所以 我的心情或者感受就是 我每一天好好去活著 好好去侍奉 所以不經不覺就七年 我問的就是 當然在一些新的年頭 或者七年了 我應該繼續怎樣做 結論都是 要調整的事情要調整 做好自己 一步一腳印去做 其實是最重要的 除非有很大的 需要一些轉變 你要有很大的決定 但如果不是 做回你應該做的事情 這就是我的心態 不過最後的一個心情 就是 真的 如我剛才開始這樣說 其實 我會很認真看到 我的家鄉香港 越來越大的危機 我相信 我講了兩三年的這件事 有些人可能以前聽到 是不安 或者是否這樣 但是 我相信如果現在 心水清的你會看到 當然 有一種慶幸 就是 我已經不在香港 但是也有很多擔憂 在香港的朋友 親人 是怎樣 但是有些事情 你能夠做到的很少 就放在祈禱裡面 都經常去記念 香港的情況 但是有些事情 真的 預算是這樣 就如所 預期的心理狀態 去知道是這樣發生的 有些人都 提醒了他 他不做一些 決定 也沒有辦法 我覺得 我只能夠 做我可以做的事情 這個是我的心情 你可以問一下我多些事情 我再說多些少少給大家聽 這兩天 都有幾個題目想說的 有興趣大家可以繼續聽 我會說一下龍 一條很特別的龍 有一篇奇聞 還有最近在網上 和一個異端的交手 也都想說一下 我最後決定 今年港度的系列是什麼 和我之前說的有些出入 我也會說回 我心路歷情 為什麼會這樣決定呢 說一下這些給大家聽 下次再見 拜拜